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今天看个找到了的故事 单车男孩穿着26号绿色球衣 骑行在林间小路上 突然男孩飞升而起 神秘的失踪了 男主的妻子莉莉是个心理医生 奇怪杯子不见了 男主老雷是个警察被绿了 妻子莉莉出轨了老情人 儿子恨透了妈妈这种行为 家里诡异的事情不断发生 楼梯上的照片少了一张 妻子来电要求和好 男主气得手机砸碎了玻璃窗 男主看到妻子的杯子在屋顶 杯子里有烟头 肩膚来过啦 莉莉回家发现家里的餐具不见了 还遇到一个修窗户的 儿子根本没见过修理工 还嘲笑妈妈和修理工出轨 男主和黑警官负责 进起两个孩子的失踪案 现场发现了一把绿色的军刀 15年前6个孩子被害 凶器也是绿色的军刀 犯人还被关着 晚上莉莉发现电视机 怎么自动打开 餐具也不见了 男主老雷不理会妻子 上楼梯 男主发现照片怎么又少了 男主吃了安眠药 看到仓储跑了出来 追到儿子房间的壁厨 男主被锁在了壁厨里 直到莉莉来看吗 而儿子不在家 这屋子里有鬼吗 早上男主老雷起床 竟然发现自己尿床了 回到警局 上级说15年前 有两个孩子逃离了 可惜其中一个汤米 成了神经病 男主老雷听了录音 两个孩子在铁轨上 见过犯人 这天老情人来找莉莉 突然一个杯子砸到了 老情人正是莉莉的杯子 莉莉把老情人 带到了地下室止血 让他在地下室等着 莉莉发现楼上的唱片开着 儿子说不是他开的 莉莉就去送儿子上学 老情人去拿新纱布 被一棍打死了 黑警官发现了痕迹 单车男孩始终是人为 绝对不是超自然 莉莉送完儿子回来 发现老情人死了 莉莉以为是儿子干的 男主和莉莉去野外 来到了一个森林 将老情人埋了 从此莉莉就投入了男主的怀抱 儿子听到动静 发现了袭击里的银器 电脑里儿子收到一个陌生信息 你知道蜗居吗 蜗居是藏在别人家里 吃饭睡觉 不被主人发现 二人埋了尸体 尸体回来发现儿子被绑在浴缸里昏迷 而一边插着一把绿色的军刀 莉莉送了儿子去医院 男主拔枪在房间寻找 发现儿子的照片被割破 二楼一个人影拿了斧子砍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从最早说起 弟弟和亚丽克跑入了卷闸门 亚丽克负责了录像 两人在拍窝居生活的纪录片 凌晨两点时分 亚丽克在楼顶抽烟 将烟蒂扔进了杯子里 亚丽克看到了楼梯的照片 看到了男主的相貌 亚丽克吃着青蛙排口香糖 拿走了照片 又连接了男主家的 未法控制家里的电器 不顾弟弟的劝告 亚丽克不断捣乱 拿走了银器 亚丽克发现了安眠药 灌入了弟弟的水杯 亚丽克还放进了修理宫 弟弟看到穿着绿色26号衣服 孩子失踪的新闻 亚丽克将水杯给了弟弟 弟弟喝了下去 晚上弟弟就睡得死死的 亚丽克开始控制电视机 放出了仓鼠 将男主锁在壁处里 丽丽来了后 亚丽克躲在床下戴上了面具 半夜 亚丽克去男主床上杀了一炮 真是好玩啊 早上亚丽克又在屋顶抽烟 弟弟不断劝说进来 杯子摔了下去 砸到了丽丽的老亲人 两人一番争执 亚丽克玩得开心 听到动静 躲到了阁楼 儿子上楼查看 弟弟决定离开 但是弟弟的包包放在了地下室 所以亚丽克启动了唱片 转移了丽丽的注意力 弟弟去地下拿包包 发现了丽丽的老情人 就躲到了角落里 弟弟亲眼目睹 男主打死了丽丽的情人 男主拿了棒球棍和包包 放在汽车里 随后男主和黑警官去查案 弟弟拿了包包想走 遇到了回来的丽丽 弟弟目睹了二人开车 出去埋尸体 等弟弟来找亚丽克 发现亚丽克弄晕了男主儿子 弟弟想报警 亚丽克弄晕中摔下楼 撞晕了过去 亚丽克将男主儿子 绑在浴缸里 插了绿色军刀 正想带弟弟开车逃离 男主和丽丽埋尸回来 丽丽带儿子去了医院 男主突然开车也离开 车后箱里还有弟弟在呢 弟弟醒来 发现了棒球棍 包里还有绿色的26号衣服 再摸进去 发现一大把绿色军刀 弟弟明白了 劫持孩子的正是男主 在森林某处 弟弟的男主离开后下车 立即呼叫了911报警 警察定位的时候 信号断了 弟弟发现一辆旧车在森林里 进去发现两个失踪的孩子 突然男主用塑料袋套住了弟弟 弟弟晕了过去 男主将弟弟拖上车 发现了弟弟的摄像机 屋里还有一个人 男主带上摄像机 将弟弟带回了家 男主让弟弟站起来 乒乒射杀了 男主又开了两枪 将手枪给了弟弟 男主是警察 栽赃嫁祸太熟悉了 亚历克拿起斧子 开始反抗 唱片响起 亚历克用骨子偷袭 毕竟是警察 散开后两个人打在了一起 男主狠狠地走 拿了铁棒打晕了亚历克 男主又假装被刺了一刀 回声一看 亚历克是假装晕的 亚历克拿着枪 男主开始劝说 你开枪就是袭警 亚历克果断地开枪 射杀了男主 永远忘不了你这个混蛋 黑警官来了 看到男主被射杀 一枪打中了亚历克 黑警官认出了亚历克 亚历克就是15年前 逃跑的孩子之一 黑警官发现了 男主车上的棒球棍 和绿色军刀 莉莉回来了 惊呆了 自己的老公 竟然是杀人狂魔 孩子们得救了 小时候亚历克和汤米 就在火车轨道上 遇到了男主 老里的那个人 竟然是男主的替死鬼 刚开始还以为是鬼片 惊悚片 突然变成了悬疑一片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